那好我们就开始讲下面的内容 我们上节课GDP这部分还没有完全讲完 所以这里边还是有一些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地方 我们实际上是说有三种方法可以衡量GDP 一个最我们叫它的原始的方法 我们叫产出法一般称为叫或者叫生产法 这是它的定义 就是它是一个国家什么一定范围内最终产品的产出 市场价值 这是产出法的一个定义 或者说叫生产法 另外一个就是和产出法对应的 你每购买一个物品 你需要有人来买 对吧 你每销售一个物品需要有人来买 所以企业这一边来统计就是产出法 我们看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 它卖了多少钱 对吧 这个就是产出法 或者你可以计算每个企业的增加值 每个企业都只算它拿出去卖的产品的增加的价值 然后相加 这两个方法都是产出法的计算方法 那么跟它对应的我们说就是支出法 有这个东西有人卖就有人买 对吧 所以支出法 比如说家庭 我们马上要讲的就是支出法 家庭啊或者企业啊 去购买这个最终产品或者政府 对吧 它产生了一个支出 这个支出和产出是对应的 这叫支出法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企业买了这个 卖了这个产品 它有些收入 对吧 它把它所有的增加值 的收入 对应的这个收入 用来分配 产生了工资 利润 利息 对吧 这个就叫收入法 所以这三个都是GDP 对吧 就你可能说张三买了一个电视机 那从支出法的角度算一个GDP 从产出法的角度呢 企业又得到了一笔收入 也要算一个GDP 所以这三个方法是同一个东西的三种算法 所以当你有些问题就不太严谨 比如同学问说张三买了它电视机 算不算GDP 那就是说你还是要区分 从哪个方法来计算 对吧 那你要说张三买了它电视机 我们说从直观来看应该是支出法 对吧 就是说 肯定是说他花了一笔钱买了 买了电视机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企业生产了一台电视机 也算是GDP 但是他就是用产出法来计算 所以这三个方法计算的GDP 当然是可以重复的 对吧 我用支出法算了一遍的GDP 用产出法还是应该再算一遍 因为它是同一个东西的 不同的变形 对吧 你不能说这个GDP从支出法里边有 但是从产出法里边找不到 那肯定就是错的 任何一个GDP 用三种方法都应该找到 对吧 这个电视机卖给了张三 企业挣了这笔钱 张三花了这笔钱 然后企业把这个卖电视机的钱 又拿去分配 这三个途径上都应该看到 这个同一个东西的三种反应 对吧 所以严格来讲 我们应该问 某一个交易或者某一个行为 究竟是不是GDP 要问它是属于哪一个GDP 对吧 还是属于产出法 还是支出法 还是收入法 对吧 都有可能对吧 某个人挣的钱可能来自于 收入法GDP的某一个组成部分 对吧 某一个买的东西属于支出法 企业卖掉某一个产品属于产出法 但是呢 我们说这里边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的本 它最根本的是产出法 对吧 就是说 你其他的两个要和它对应 对吧 比如说你到旧货市场上去买一个旧货 我们说不算GDP 因为它没有办法和产出法对应 我们的产出法要求是一个是当年生产的最终物品 所以产出法是一个校准的标尺 对吧 就是说你所有的支出和收入 如果不能对应到产出法 就不叫GDP 比如说我炒股的收入 就不能算GDP 对吧 因为它也是收入 但是炒股的收入是说 这个股价在波动的过程当中 你的获益 对吧 这个获益跟这个经济生产出来多少产品 没有任何关系 至少在当期没有任何关系 对吧 所以它的校准的标尺是产出法 只有一个东西能对应到产出法 张才买了它电视机 如果是新电视机 就是GDP 如果是旧电视机呢 就不是GDP 对吧 所以它校准的这个体系是产出法 其他两个如果能校准到产出法呢 就算GDP 如果不能校准到产出法呢 就不算GDP 所以 所以这个书上这个逻辑也是清晰的 对吧 先讲产出法 再讲其他 其他都应该和产出法对应 如果没法对应就不能 包括这支出法 我们为什么要包括进出口 有个同学 这个支出法里边 国外人买的东西 为什么还要算到我们的支出里边呢 关键就是说你得跟产出法对应 对吧 中国生产了 在电视卖给了美国人 在支出法里边 你得体现出来 要不然你对不起 对吧 就是说 它和它算出来不一样 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会计体系 会计体系的原则就是 左边要等于右边 这边是三边要相等 左边要等于中间 还要等于右边 对吧 所以你支出法里边 一定要考虑 有一部分卖给了国外人 所以要有一个进出口 道理就在这 因为它必须要校准 否则你这个体系没有意义 这个体系存在的意义 就是说 我要让这三个校准 对吧 这是一种double check的办法 对吧 俯视记账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如果你较不准的话 你肯定是有一个地方算错了 如果你一开始就让他们说 你们可以随便 你们愿意一样 愿意相等就相等 愿意不相等就不相等 那就没有意义了 对吧 这个东西就 没有办法去检查 你这个东西 有没有算错了 所以这三个方法 一定要是对应的 当然我们也讲了 最容易算的是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已经不太好算 对吧 你要去了解消费者买的东西 哪些是旧货 哪些是新货 其实是很难的 对吧 然后收入法也是 对吧 你这个收入究竟 比如说你入户调查 你问他收入来自哪 他可能也不知道 自己收入哪来的 对吧 所以相对来说 产出法是一个标准 其他两个方法 也是可以用的 而且统计年轻上 也多多少少 有这方面的一些 像支出法 是直接报告的 收入法没有直接报告 但是有一些 所谓叫什么资金流量表 大概上能对应 这个产出法GDP 所以这一点 这个概念框架要清晰 不要搞到最后 把这三种方法混在一起 所以这张看似是比较简单 但其实隐含了一些问题 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 用理论模型来描述 所以反而大家觉得不太好把握 你多花点时间琢磨 然后熟悉一下 应该还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上节课是 收入法我们提到了一下 没有仔细去讲 然后支出法 我们讲了一部分内容 支出法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讲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凯恩斯的理论体系 是基于要去从需求的角度 去考虑宏观经济的波动 所以他对于这些需求的构成 是非常的关注的 这个所谓的需求的构成呢 在我们这就支出 对吧 消费者生产者 他们的一些投资需求 消费需求 然后政府的一些购买 都是从需求的角度去 关注这个产出的这个变化 所以就把需求或者说支出 分成四个部分 消费投资 政府购买进出口 也可以用一个式子来表示 然后呢 我们上节可以讲了 消费是怎么定义的 这个都已经讲过了 家庭用于物品和服务的支出 投资 主要是指的企业 由于购买当年生产出来的资本 设备存货和建筑物 这个叫投资 也包含了企业存货的增加 这个包含它的原因 就是我们讲的 你要校准对吧 还是为了校准 你当年生产的产品 当年没有卖出去 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 也是一种投资 而且听起来有点奇怪 它是一种存货的投资 就是企业把它生产出来 产品存在这个仓库里边 将来再卖 对吧 当年没有卖钱 将来去卖钱 结果你把钱存到银行 当年不花 以后再花 有点类似 所以它也是作为 投资来处理 当然跟其他投资非常不同 但是仍然是作为一种投资来处理 就是存货的增加 是一个增量 就是每年所新增的存货 每年如果你存货减少 那就要去减 对吧 因为你今年卖了去年的东西 虽然你增加了今年的消费 或者是今年的投资 但是你消耗的是去年的产品 所以要减掉这个 往年的存货的减少 政府购买 我们也讲了 政府用来购买最终产品 对吧 就是关键是说 你要对应这个最终产品 如果它是转移支付 我们说就不算 转移支付可能最终通过其他的渠道 转化成了GDP 比如说消费 如果你像穷人支付了 这个事业保险金 或者最低生活保障 他们用来消费了 那么是从消费这个渠道进入到的GDP当中 而不是从转移支付 因为转移支付并没有直接对应最终产品的生产 最后一个就是由国外的人购买的 用出口减去进口 减去进口的原因是因为 进口被包含在了其他的组成部分当中 而且它又不是自己人生产的 所以就要减掉进口 这也都讲过了上节课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些数字 这是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感受 这个GDP是怎么构成的 从支出法的角度 这个components指的是支出法 我们比较关注这个支出法的构成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收入法的构成 也可以对吧 工资占多少 利润占多少 也是可以去构造的 但是本质上我们是关注一个支出的构成 我们更加的觉得这个更有研究的价值 所以这是美国2012年的数字 这些绝对的数字都不太有价 不太有意义 这是16万亿 对吧 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17万亿或者叫美元 然后呢 这里边消费占了绝大部分 68% 投资只占16.2% 政府占了18% 进出口 负的 因为美国人的进口大于出口 所以它的GDP当中应该扣掉一部分 这个就是在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力 应该扣掉一部分才是它自己生产的 所以这边是个负的概念 那么后面是一个人均的数字 这个per capital 千万不要翻译成资本 资均 这个词有时候被人看成资本 再加一个L就是资本 但是不加L就是人均 这个有的同学到了毕业的时候 还不知道这per capital是什么意思 还翻译成资均 就是每一单位资本 他觉得这个跟那个capital的单子很像 所以你们现在就要知道 这个per capital是人均 就学完精确原理 这个知识要有 不要到最后毕业的时候 还能闹笑话 所以这是人均的意思 人均GDP是 这个比较直观了 5万美元 如果按汇率换算回来 就是30万人民币 如果不按汇率换算 可能还稍微少一点 可能不对应30万人民币 所以这种消费比例也是一样的 大致上是消费占了绝大多数 刚才已经说了 这是中国的情况 你看中国这个就非常有特色 你看出来这个特点在哪了吗 第一眼就能看出来 中国这个有一个巨大的特点 就没有政府 你看见了吗 这标里边没有政府 这个是为什么没有政府 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去查一下 中国统计局的他们的解释 那你说这完全没有政府呢 也不对 他这个最终消费 这里边他有个注释 次很小 他说包含了居民消费 和政府消费 所以严格来说 消费里边是可以把政府的消费提出来的 那唯一不能提出来的呢 我们就知道就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的投资 对吧 就是说政府花钱 你说白了 无非也就是消费和投资 对吧 政府消费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比如说政府集中购买了一些 比如说一些低值一号品 对吧 比如说办公用的纸张 这可能被算到消费里边 或者政府为自己的员工购买了一些福利的产品 对吧 购买了一些家里边的食用油啊 或者这个卫生纸啊 对吧 比如说啊 那这个肯定是政府消费 所以政府花钱 无非就是消费和投资 那这里边就是唯一缺失的这块呢 你可以看资本形成总额里边 这个资本形成总额就是投资的概念 它没有分开来 它只是说包含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 这个是符合我们一般的定义的 但是它这边没有分成说 政府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私人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对吧 没有做这个区分 所以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在资本形成总额里边 把政府分出来 如果我们能在资本形成总额里边再把政府分出来 再和前面的政府消费一加 那实际上大致上能算出来一个 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 对吧 所以这本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政府投资这一项呢 大家想一想 那我觉得其实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这个太复杂了这个体制 对吧 就是说什么叫政府投资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吧 比如说修一条路 政府出了一部分钱 对吧 企业出了一部分钱 这可能还不是最复杂的 可能这个问题复杂在说 政府用土地做担保 对吧 政府说我把这块土地出让给你 你甚至都不用花钱 但是我要求你拿这块土地去银行贷款 然后对吧 土地抵押到银行去贷款 贷了款以后在这上面修 比如说工厂 这个工厂是我要求你修的 我给你的优惠政策就是 我甚至可以让你廉价或者无价的拿走这块地 但是我要求你 按照我的要求来使用这块地 对吧 就中国人讲这开发区有点像这个样子 对吧 就是说 所以中国这个体制极端复杂 你根本就说不清这个东西政府是不是政府投资的 那即便这个地不是政府投资的 可能政府在中间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吧 如果政府不把这个免费的租给你 你根本没有办法拿到贷款 也根本没有办法去生产产品或者进行投资 所以我想他这个不统计政府投资是非常有道理的 或者说当他真正要去统计政府投资的时候 他甚至完全没有办法搞清楚哪一块是政府投资 哪一块不是 所以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 就是政府在投资领域起到的作用 简直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对吧 你把资本主义的作用全部都算成政府的 我觉得都没有多算太多 某种意义上讲 但是你反过来说呢 你把它算成都不是政府的 那似乎也没有什么错误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对吧 当政府拿一块土地免费的租给企业使用的 免费转让给企业使用的时候 他其实一分钱都可能没投 他可能也没钱对吧 而且现在中国政府也不能发债 现在慢慢再改革可以发债 也就没有任何有融资渠道 但是我们知道政府掌握了很多资产 比如说土地 他也有很多权利 他可以可能通过一些优惠的政策 对吧 来介入这些 比如说他可以命令银行贷款 在计划经济时代很简单 他直接命令银行贷款 那在市场经济时代 你可以说银行也是独立的 这些商业银行都是要自负盈亏的 但是他仍然有一些办法 政府可能为这些企业提供一些担保 或者是政府成立一些投资公司 对吧 而且我们国家还有一些开发银行 对吧 国家开发银行是属于政策性的银行 它是要根据国家的政策来进行贷款的 所以他就有可能在政府的要求下 提供某些贷款 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 这个钱表面上看来可能都不是政府出的 但是它实际上跟政府有巨大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这背后的一些故事 我相信统计局的人可能 他们不会这么解释 但是实际上很大意义上呢 这是造成这个问题的重大原因 所以怀世说了一句话 就是我们说搞市场经济搞了很多年 但是在中国这个市场经济 是绝对有他自己的特色 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单独去统计 政府的支出是多少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 所以美国是很清楚的 对吧 我修了一条路这个路私人修的 但是我政府花钱买了 买过来经营 这很明显是一个政府支出的概念 对吧 但是在中国可能说 这个这条路从一开始修的时候 政府就整个卷进去修 对吧 但是你要说这里边 所有的钱都是政府出的呢 又不是 所以就搞着 就一条路修出来以后 也搞不清楚这条路 究竟是政府投资还是私人投资 还是比例是多少 对吧 甚至都不是很容易说清楚 所以这样统计就造成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 你所有的行为都是私人的行为 政府只是在最终市场上去购买这些产品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 在中国就是这个产品还没生产出来 政府就已经深深的介入到了这个经济活动当中 那你可能就真的没法说清楚了 所以这样呢 有一个好处 还蛮好处的 我们就知道不管是政府还是私人 这个社会有多少GDP用来投资了 对吧 因为如果你把政府支出拨出来的话 在美国的问题是说 你政府支出拨出来以后 这个政府支出里边究竟多少是消费多少是投资呢 因为政府支出有一些也是投资 比如说他买了一条路 这显然是更适合看成是一个投资 对吧 这条道路是为了将来提高生产率来使用的 所以政府支出里边用来购买道路的这部分 应该算是一个投资行为 类似于对吧 如果他购买的是一些 这个军火就不太好讲了 军火就算投资品还是消费品 可能算成消费品比较合适一点 然后他可能购买了一些就是真正的消费品 面包对吧 这个政府可能有一些救济机构 直接购买面包来发给穷人 也有可能 这就是消费 所以中国的好处是说 我也不管你是私人还是政府 只要你是用来消费的就叫消费 我们来投资的就叫投资 所以不管怎么来说 这个消费占的份额是非常低的 是50% 美国是68% 那里边还不包括政府的消费 所以美国的消费份额是68加 对吧 就是说你肯定比68要多 因为政府那里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消费 所以中国是正好50% 剩下的绝对是不是消费 所以这个消费的比例是远远低于美国的 这一点是我们大家都各种各样新闻媒体里都见到 这里边有很多讨论 后面也要讲到一些 什么因素决定的消费和储蓄的比例 这里边有一些理论 包括对外贸易 这里边跟这个储蓄力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将来会讲到 好 这就是关于GDP 我们三种方法都介绍过了 产出法 收入法和支出法 那下面有一个 实际上跟我们后面讲的物价有关系 我们要引入一个就是实际和民意GDP的概念 这个实际上也很简单很好理解 就是为了消除价格的影响 我们为了比较跨年度的GDP的比较 要引入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上面讲的你都可以理解成是民意GDP 就是用当年的价格和当年的产出相乘 对吧 来计算出来一个市场价值 这个是一个民意GDP的概念 那么为了比较不同年份的GDP 真实的价值 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实际GDP 或者我们叫真实GDP 那它的含义呢 就是要用一个不变的价格来衡量 否则这样的话 跨年度的比较就存在一个价格的差异 对吧 并不适合用来比较产出的变动 所以我们要把 一般说来当我们计算GDP增长的时候 一定要把民意GDP调成实际 所以我们说中国GDP增长6% 6.9%或者7% 那这个含义一定是根据实际GDP来算的 那早些年 大家对这个概念理解的不深入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新闻媒体还要说 说中国GDP增长10% 什么扣除物价水平增长7% 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 当你说中国GDP增长10% 这10的时候理论上你就应该扣了物价 没有人会把两个不同的东西来比较 如果你用民意GDP比较 实际上相当于是不同的东西 但是现在大家都不这么说了 大家直接就说GDP增长69% 所有人都懂这个是指的实际GDP 不会有人拿民意GDP先比一遍 再也再是怎么样 那实际上是不科学的 所以我们说经济增长一定都是指实际的 不会有人去误解为是比较民意的GDP 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们用价格来 用一个固定的价格来修正若干年的GDP 通常都是以过去某一年 在今后若干年之内都使用这一年的价格来评价 这样就得到一个实际GDP的概念 所以这样它真实的反映了这个产出的波动 这里边物价的因素就被固定住了 用同一个价格来固定 这里边是一个例子 其实非常的简单 比如说这个经济生产两种物品 热狗和汉堡 这是为了简化 那么他们在各年的价格有所变化 01年的时候是一块钱热狗 两块钱一个汉堡 02年就发生变化 03年有一个新的价格等等 每年的产出也不一样 那我们为了计算 我们首先计算名义GDP 这个很简单 就是把每年的当年价格和当年的产出相乘 所以这所有的数字都在变动 价格在变产出也在变 算出来一个名义GDP 所以这个是只能反映 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看都有意义 都是当年这些产出的当年的市场价值 好 我们就是要把它变成实际GDP 那就是所有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一下 价格都是一样 都适用到2001年 那带来一个后果就是 2001年算出来的实际和名义GDP 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以实际GDP这个概念 实际上没有绝对上来讲 它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因为你选不同的G年 这个数字算出来肯定不一样 所以所有的G年的这个数字算出来呢 又都是一样的 都是同一个数 那其他不是G年算出来就发生了变动 那这个数字我们说实际上是可以直接比较 对吧 我们可以用350和200做一个比较 可以算出一个增长率来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通常说的经济增长率的概念 好 那么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制造一个副产品 就是我们算了名义GDP 算了实际GDP 我们还可以制造一个副产品出来 那这个副产品我们称为叫GDP评检指数 这个副产品用来干什么呢 先看看它的公式 这个副产品是说 你用这一年的名义GDP去除以实际GDP 成了一个100 当然是为了把它变成是一个100的一个 0到100的一个数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直观上讲其实还是比较清楚的 我们用这一年的名义GDP去除10亿GDP 对吧 那这个地方上下的产量都是一样的 那价格不一样 上面是用当年的价格来算出来的 底下是用过去的价格来算出来的 那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价格的比 对吧 就是说这是用今年的价格和往年的价格做比 但这个比呢有一个权重 这个权重就是产量 对吧 就是说可能这里边又有苹果又有梨 对吧 我把苹果今年的价格和往年的价格比 梨今年的价格和往年的价格比 但是呢我们又有一个加权 梨如果卖得多我们权重大一些 数量高一些 如果苹果剩下的少 我们就数量小一点 对吧 所以这相当于是一个用产量 用当年的产量作为权重的价格的一个指数 对吧 直观上看 因为上面和下面差的就是价格 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比 它有一个加权平均的概念 这个权重就是你的每年的产出量 所以就可以理解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价格的一个衡量水平 它衡量相对于G7的价格水平的当年的价格水平 它把所有的物品都考虑了 在GDP这个篮子里边 所有的物品 然后当年的价格和往年的价格 好 而且还可以理解成说 这个民意GDP有两部分构成 民意GDP的一部分是实际BDP的变化 对吧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价格的变化 所以你用 比如说你 简单说你这个 你用 我用N代表民意GDP 对吧 NGDP 我用第T年去除第T加1年 对吧 T减1年 那这个可就分解成 实际GDP 去乘以这个GDP deflator 对吧 我就这么写吧 对吧 所以这个是 这个民意GDP等于实际GDP 乘以GDP deflator 那这个底下也是一样 对吧 这就是 T减1年乘以GDP deflator T减1年 所以就把它分成两部分 对吧 对吧 就是 一个 你民意GDP的变化 是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实际GDP的变化 对吧 另外一部分是GDP deflator的变化 所以这部分是物价的变动 这部分是产量的变动 但是它加起来就是 这个加起来是乘的概念 对吧 你可以两边取对数就变成这样 就是民意GDP变动 所以它底下这句话 民意GDP变动当中 这有个变动 有两部分组成 对吧 一部分是真实的变动 另外一部分是物价的变动 所以都可以分成这两部分的 它可以说是叫和 当然你可以说是成绩 就看你用什么样的数学公式来 最终来表示 如果你做一个对数变换 那就变成了是和 对吧 所以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 好 所以你可以算这个GDP deflator 那同样的是说 今年肯定是100 因为今年的名义和实际GDP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同一个价格算 所以就没有意义 对吧 你取任何年是今年 它一定是100 这个都不用算 也没有任何实际意 那它的实际意义在于说 你历年的这个指数和这年的比 对吧 这个171看实际数字也没有意义 你也不知道哪年是几年 对吧 但是我可以说2002年和2001年 比物价上涨了71%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这两个纵向可以比较 对吧 我也可能说2003年跟2001年比 上升了140% 对吧 当然我可以 这两年也可以比 我拿2004减171再除171 我就可以相当于算 2003年比2002年上升了多少 所以这个指数都是纵向可比 那顺便说一下 如果算出来北京的指数是170亿 上海的指数是180亿 是不是上海比北京物价高呢 假定我算了一个上海的GDP deflator180亿 北京170亿 你觉得哪个地方物价水平高呢 不一定对吧 因为关键在于上海2001年假定 大家都去2001年是100对吧 2001年上海100 北京也是100 那我说现在2015年 这个是170亿 这个180亿 上海物价 北京物价比上海高 或者说相反了 是一定吗 不一定 因为你这两个100 你也不知道那个一开始哪个物价高 因为你开始都取经100对吧 北京可能鸡蛋10块钱已经 上海20块钱已经 但是你都是100 然后你唯一能说的是说 在这15年当中 北京的物价比上海上涨的更快 这个是对的 因为它181嘛 好歹它涨了81% 这个值半 涨了71% 但是你却不能说 它的物价比它高 所以现在我们算出来的都类似于这样 你没有办法做跨什么的比较 所以这里边也是有时候 做研究的人经常忽略 他们就会说 我要比较上和北京的物价 我就给它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对吧 其实这是错的 因为你根本不能说它原来一样 它原来不一样 所以所以你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价值 这个 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唯一有价值的是说 假定我们把2001年上海取成100 用北京的价格和它比 对吧 就是2001年的上海是100 北京呢 就拿同样的东西跟上海比 可能比出来 比如105对吧 就高5% 那这就有意义了 对吧 这个有意义 因为所有的都是跟上海原来的比 那这个181呢 就是说我是上海原来的1.8亿倍 这个是上海原来的1.7亿倍 这个可以对吧 但如果你都是取机器 各个地方都是100 那横向是没法比的 那纵向是可以比的 所以这都是一些统计学的一些基本的问题 但是在我们这肯定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简单来说统计年限上 如果你看到这些数字是这样 横向是不能比的 你不能说上海比北京的物价便宜 或者怎么样 这都是不对的 除非你能确认 他们都是取了同一个地点 作为参照系 好 这个是一些数字了 这我就不展开讲了 就是为了把每个地方的实际GDP算出来 这个可以画图形来表示 当然这里边都有一个基年的问题 基年的GDP都是跟它名义GDP相等 像这个图 我不知道它用不哪年是基年 它从1965年开始 那应该可能1965年是它的基年 所以再按照刚才讲的 用基年的价格来调整 但这里边可能不像大家想象的都是1965年是基年 它可能中间变换一个基年 然后它用一个链式的算法给它做一个调整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细说了 这是中国的 中国这个图看起来更加的雄伟一些 因为我们增长的更快 所以我们这个坐标一开始基本上贴着零 所以这样慢慢上来 美国这个就没有看起来这么 不需要这么 这个坐标这么的复杂 对吧 这个贴着零是1952年是100 但是这个因为到后边尺度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就 这个地方100看起来跟零没什么区别 所以这么上来的 所以这个图 不过还是能大致看出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动 这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都是贴着零在走 基本没什么变化 这个是76年 这是改革开放 这开始慢慢上 但是增长最快的还是90年代以后 非常快的 这边有一些讨论 我们也不展开讲了 我们刚才讲了 每年的统计出来基本上都有人要质疑我们 这里边确实有一些我们认为 就是你被人骂总是有被人骂的原因嘛 对吧 比如说地方之河大于全国 这个呢统计局有解释 因为全国是全国统计局是独立的一套统计体系 对吧 地方是有自己的统计体系 有一些 有一些是地方加起来的 有一些不是 比如说粮食产量 可能国家统计局有其他的方法 对吧 卫星拍照 对吧 他直接都给你照下来了 所以他不见得是非要靠地方报上来 如果都是地方报上来的 肯定没有差别 所以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如果地方之河要等于全国 国家统计局说 那很简单 我把地方相加嘛 你肯定看起来都相等 对吧 但是反而可能不好 对吧 因为他现在这个 他还有一个制衡 我们说你看我全国算出来不一样 所以这个笑话 还有一个笑话是说 当年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 对吧 大家都知道 那个记者招待会 慷慨即昌说要保八 就是确保1998年 97年开始记者招待会 98年正好金融危机 说要确保中国的GDP增长率8% 结果到了年底 全国所有省报上来都大于8% 本来说全国平均8%就行 所以各个省报上来都大于8% 所以朱镕基非常气愤 他不是很高兴 他很气愤 他觉得可能有人造了假 对吧 好像还强令地方 又调低了他们的这个报的数字 那绝对都是假的 因为他很觉得 所以这里边也有些 比如说这几年中国GDP下滑了 也有些人说 当年就不是真正的很高 当年可能就是很低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发电量和GDP 有些人认为这个关系 是非常稳定的 但其实也不一定 所以这里边要推敲一下 你这个统计上说 发电量和GDP关系很稳定 但实际不一定 对吧 你经济结构变了 你的发电量和GDP的关系 不见得都是一个确定的关系 当然这里边也是有些 如果你某一年特别异常的话 确实有问题 对吧 就是98年 比如说你发的电特别少 你GDP特别高 那可能确实有问题 你前后这些年份 都没有这个现象 那可能确实有问题 所以这边这些质疑呢 都是有些道理的 这里边有很多的解释 比如说这个国家统计局会说 我们统计上 比如说价格调整 做的不充分呢 对吧 我们这个实际和民意GDP的调整当中 会有些问题 他可能会讲这些 还有一些 比如说服务业的统计 比如说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的问题 然后不变价计算的问题 对吧 因为你GDP有的是抽样出来的 不见得都是调查出来的 服务业核算薄弱 可能就是服务业的这个 比如说可能服务业的GDP变度很大 我们没有办法统计进来呀 这些都有可能 当然另外一部分仍然不否定是存在一个虚报的可能 这两个可能性都有 但是我想到现在的这些可能还没有研究真正的 也有人做了一些研究 但是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区分这两个因素各自占的比重 那可能还是 至少我没有听到一个特别强硬力的说法 说这个 今年的6%的GDP 实际应该8% 其中有1%是少算了 另外比如说有1%可能是统计错了 就是虚报 可能这里边这确实不是很明确 总的来说这个讨论总是要有 因为你任何国家 你要说你GDP算的对不对 那都有可能算的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任何国家都存在 但是只说可能中国是在某一年 这个数字特别的离奇 大家就会怀疑你这里边有没有一些非系统性的因素 可能是一些某一年特定的一些激励扭曲 这有可能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GDP和经济福利的关系 就是它是不是衡量了经济福利 对吧 这边肯定会是不是完美的 但是我们说它是一个最好的单一指标 叫做best single major 它不是最好的指标 把这个single删掉肯定不对 但是它是best single major 就是它如果是你只用一个指标的衡量福利的话 GDP是最好 而你可以用多个指标衡量 比如说环境是不是优美啊 对吧 人均寿命啊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的话 那GDP应该说是最好的 或者说人均GDP 对吧 我们要衡量人均的福利 人均GDP是最好的 所以这里边有一些讨论 这里边当然不是完美的 不是幸福啊 或者生活质量 实际上有些统计表明越是收入高的人 那可能幸福的程度越低 对吧 这是有一些 比如说北京人的幸福指数 可能远远低于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县城 这个有这种可能 对吧 就是因为大家生活压力大 但是这个不能说生活压力大的人 就一定比生活压力小的人活得更不幸福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这么讲 对吧 那为什么这些北京的这些人 虽然这么不幸福 他还不愿意回到他的家乡小县城呢 那肯定还是有他的一个选择 对吧 所以你很难说他 这个幸福 这个主观的评价就一定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 我们还有说就是拿GDP来说 也有一些没有包含的东西 比如说闲暇的价值 清洁环境的价值等等 比如说这个闲暇的价值 你可能如果不包含闲暇的价值 日本人的人均GDP是非常高的 但是一旦包含了 因为日本人都很累嘛 对吧 他可能这个 他就没有法国人 甚至没有法国人的经济福利高 法国人可能一天只干四天 或者四年半 对吧 所以 这个就 如果你调整完了以后 确实 这个也有影响 对吧 你拼死拼活了 可能你的福利确实不见得那么高 环境等等等等 市场之外的活动 看护孩子等等 志愿者 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些都实际上很难统计 对吧 闲暇的价值究竟有多大 实际上并不是很好算 环境的价值 当然我们要考虑 如果你破坏环境产生的GDP 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对吧 比如说一艘游轮把油都撒在海上了 然后我们用这个清洁的工具去把它清洁一遍 GDP还增加了 对吧 因为清洁这个污染的油的时候 都得算GDP啊 对吧 但其实那是一个坏事情 对吧 但是我们反而发现GDP增加了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这边有些数字 但是大体上它还是想说明 GDP越高的国家 你的预期寿命也会高一些 你的这个生活质量 它这个生活质量是用清洁水的 可得的这个程度来衡量的 对吧 基本上还是更高的 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 这边后国也开发了一些其他的指数 有一个叫HDI 叫人类发展指数 这个很重要 这个也是单一指标 它就是把一些东西给的加全凑起来 这个是阿玛蒂亚森 前一者来清华访问 他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他根据他的一些理论搞出来的 就是他是说人的自由最重要嘛 就是你的自由度越大 你的福利就越高 对吧 所以这里边构造出来一系列的 构造出来一系列的指标 然后最后加重成一个叫HDI 人类发展指数 这个是可以算的 这是04年的一个排名 这个是钱老师算的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弄 他的数据我们也不更新了 所以永远是04年 他算了一下 基本上还是吻合的 做了一个图 但这个都是排名 如果你用实际的数值 可能这个差别大一些 但如果用排名呢 很多这个差别都消除了 所以从排名来看 基本上一个国家的 GDP排名越高 它的HDI的排名也就越高 这个地方 红色的这个点代表中国 基本上也都在 这条平均的回归线上 所以总的来说 肯定有差别对吧 这边要不然所有的点都应该在 45度线上 还是有一些差别 但是可以感觉到这个差别 不是那么大 不是那么大 其实你到各个国家去 也是有一些这种差别 比如说像泰国 我们去泰国旅游 泰国这个国家 你感觉很多方面比中国强 对吧 比如他 人民都比较有礼貌 对吧 他的环境也比较好 但是你如果看人均GDP呢 可能还不如中国 但是如果你去 到这个国家去旅游的时候 这些体会呢 可能觉得比在国内 显得还好一些 对吧 但是你可能去的 都是旅游的一些景点 但是总的来说 如果两个GDP相差不大的国家 你其实很难判断 谁的GDP更高 对吧 中国人均GDP很高 但是走到哪都觉得乱七八糟的 就是有这种感觉 这里边也反映出来一些 比如说人的素质啊 这种政府的治理水平啊 对吧 这样的一些差别 我觉得 所以这儿结论就是 这个GDP这个指标非常的重要 我们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者 一定要用它来做出判断 所以这个统计体系 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宏观经济学谈论的所有变量 都是什么GDP啊 CPI啊 这些东西 对吧 那我假设我建立了一条理论 说你多发货币 就能导致物价上升 你却没有办法衡量到货币 那这个理论就很危险 对吧 这是一个无法 永远无法验证的理论 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 衡量到物价水平 有个经济学家突然讲 多发货币会导致物价上涨 你连物价都衡量不套 对吧 那你究竟相不相信这个理论 你就成了问题 因为你 一个永远无法证伪的理论 对吧 这是非常危险的 你找不到数据去验证它 所以这就是要仰仗于 我们今天和下节课 马上要讲的这些衡量指标 就像医生看病一样 对吧 你这个人吃了这个药 有没有效果 你总是要有些指标 对吧 它的血压是不是正常啊 体温是不是正常啊 对吧 这个 咽血 这个血里边的含量 是不是有变化 对吧 这都是很重要的 否则这个东西 有时候是没法 做出科学的判断 这就是这一章的内容 核心的就是讲GDP这个概念 怎么计算 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这一章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